大家好,我是阿忠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了一点大骨头 八块钱一斤,你们看划算吗? 今天我们这种大骨头为大家分享一款 骨头汤的制作方法 为什么我们在酒店里边喝的大骨头会那么浓白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掌握两个步骤 做出的大骨头汤,像牛奶一样白 香醇,好喝营养又健康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工 大家看一下我们买的骨头 上面的肉特别的多呀 八块钱一斤,真是太划算了 好,首先我们把大骨头给它改一下刀 把大的给它劈小一点 给它劈开的目的啊 我们在炖大骨头汤的时候啊 它的营养更容易溢出来 特别是家里边有孩子的 一定要多喝大骨头汤 好,我们把大骨头剁好之后 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盆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给它浸泡20分钟 把里边的血水和血沫给它泡出来 这样我们炖出的大骨头汤才不腥 好,时间到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泡的这个血水特别的多 然后我们再给它冲洗干净 然后我们把清洗锅的大骨头 放入冷水锅中 给它焯一下水 我们焯水的时候一定要给它焯透 焯不透的话 我们炖出的汤发黑不白 而且非常的腥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小火给它焯水 例如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点不要钱的人参 先去皮 然后我们再把去过皮的人参 给它改刀 然后切成菱形块 好,然后我们把它放入一个碗中 备用 姜 切片 再准备少许的通节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大骨头 再加入适量的黄酒 去腥增香 烧开之后 我们打去上面的浮沫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焯水的时候 一直给它焯到 没有浮沫溢出来 就可以捞出了 然后捞出 给它清洗干净 洗净之后 我们控出水分 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绝招 就是我们在炖大骨头汤的时候 如果大骨头上面的肉太多的话 我们一定要给它炒一下 如果大骨头汤上面的肉不多 我们就直接炖 如果多的话 就稍微用猪油给它炒一下 这样炖块的汤更加的浓白 猪油化开之后 我们下入大骨头 我们给它煸炒一下的墨底 就为了让大骨头中的蛋白质 给它吸发出来 这样我们正确的汤才更加的浓厚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给它炒至微微泛黄 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给它加入开水 一定要加开水啊 千万不能加冷水 大家看一下 我们加入水进去之后 汤现在就已经白了 烧开之后 大火给它烘了三分钟 然后我们再把上面漂浮的油沫 给它撇掉 这样我们的汤喝起来都不会油腻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倒入炖锅中 最后把我们准备好的葱姜 放进去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盖上锅盖 炖40分钟到一个小时 用这个锅特别的好熟 好,我们静等美食出锅 好,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太香了 各位老天看一下我们的汤 特别的浓 特别的白 好,这个时候把我们提前 搓过水的萝卜倒进去 然后我们再给它调一个基本味 10盐10克 味精5克 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 好,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我们给它盖上盖 再炖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好,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 大家看一下 真是太漂亮了 好,我们关火 然后撒入少许的胡椒粉 最后再把我们的葱花撒进去 好,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这份萝卜炖大骨头 制作完成 大家看一下 汤浓肉烂 非常的漂亮 好,我替大家尝一下 非常的鲜呀 我们再尝一块肉 肉也非常的软烂 一点都不腥 漂亮了 我们一定要多喝大骨头汤 这样既能驱难 又能对人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真是一举多得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